一人大S与王小飞22号中午联合发表神明稿 正是十年婚姻生活已经划下句点 神明稿内表示双方已经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 并于近日办理相关手续 非常感谢对方付出 未来两人将以父母朋友身份愉快相处 并继续共同抚养孩子 两人只见面四次认识40周天 就迅速闪婚 没想到现在却走上了离婚之路 其实两人感情触交 则在今年6月份就有端倪 当时因为台湾确诊者跑到厦门 王小飞气得在微博上开骂 没想到此举却让大S动怒 扬言要离婚 事后王小飞和妈妈张兰 也几经面或澄清没有要离 而9月底王小飞低调来台 原本传言是要帮大S过生日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 其实是要来办离婚 在这里祝大家事业顺利 家庭幸福然后身体健康 当时爬山自拍宫顶影片 王小飞气色不错 但已经看不到大S陪在身旁了 而10月份王小飞回到大陆后 被网友发现他删光了 抖音中大S的所有内容 并更改微博自我介绍为小月儿他爸 而11月5号更是将自己的名字 证明为王小飞 而传出同天正好也是大S 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日子 小飞哥来了 像兄弟刚回来了 11月中王小飞也曾在妈妈微博上露脸 不过他全程没笑容 脸颊也销售了不少 婚姻走到尽头的原因 外界猜测恐怕和价值观差异有关 王小飞在微博上时常发表两岸言论 多次踩到了大SD线 10年婚姻告终也令人不声唏嘘 TVBS新闻小明镇周沛宇台北报道 儿子王小飞和大S才刚发声明 宣布离婚 未来将以父母和朋友身份愉快相处 但短短不到一小时 张兰就在大陆的高铁站等车空挡之际 开启了直播卖货 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是条龙 小飞就不会是条虫 兰姐是条虫 儿孙就不会是条龙 谈及儿子离婚话题 长来意外平静 不过微博上却掀起了不小水花 相关文章的点阅人数高达了4.11次 还登上了热搜 而下面网友则是一面道 纷纷留言恭喜汪小飞终于解脱了 可以实现微博自由了 我会跟你们一样 今天看新闻才知道的 而今年3月 林欣如和霍建华 还说要参加大S结婚10周年聚会 没想到才过半年 婚姻就画下了句点 而两人走到尽头的原因 外界猜测恐怕和汪小飞爱谈政治有关系 今年6月 因为有台湾确诊者跑到厦门 汪小飞气得开骂 用字牵词相当激动 而先前更曾因为家人打不到疫苗 在微博上炮轰实在太无耻了 失控谈论两岸政治议题 也因此常常登上了媒体版面 传出大S不希望汪小飞对政治话题发表言论 但是汪小飞的大炮性格难以控制 恐怕成为压垮大S的最后一个稻草 而政治议题似乎也成为 两岸联姻明星夫妻党的竞技话题 杨成林和李荣浩同为歌手 都专注在演艺事业 杨成林也是大陆台湾两头炮 平分时间 至于赵又廷 高元渊 吴奇隆 刘诗诗 以及陈燕熙 陈晓 长剧大陆低调刑事只关系戏剧作品 即日大S和汪小飞爱的高调 十年过去了最后决定和平结束婚姻关系 TVBS新闻小明镇赵佩宇台北报道 2017年汪小飞以大S名义 砸了3.5亿元 在台北闹区盖了S Hotel 如今两人正式发声明宣布离婚 未来据传S Hotel也将改名为飞行商旅 位于东华北路的S Hotel是四年前汪小飞爱妻的证明 如今秦宇室十年婚姻回不去 传出3.51的饭店也要改名 另外还有两栋豪宅也因为离婚有机会分产 大S曾经买过三间豪宅 会议新一路五段的贯德远见 是他2011年砸2.7买下的 19楼两户打通 总面积大约176平 去年5月顺利卖掉 后来大S搬到位于松永路的豪宅 2016年以3.6亿元买下顶楼护汉四个车位 而他婚前住在中小东路五段的Kigetsu 国家艺术馆当时以2亿元制产 算一算目前两栋豪宅价值5.6亿元 加上S Hotel价值3.5亿 总共9亿的财产怎么分引发外界好奇 姐姐呢 姐姐还上课啊 现在才几点啊爸爸 过去曾在节目中 大S王嫂飞抱着孩子模样幸福 现在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因为父母离婚 监护权也是下一步讨论的重点 他们双方应该是针对两名子女 已经有达成了 就是共同行使侵权这样子的约定 所以原则上不需要再进行监护权的诉讼 其中一方担任主要照顾者 跟子女共同居住 而没有跟子女居住的人 他就会拥有固定探视子女的权利 十年前闪电结婚 十年后离婚消息也是来得突然 两人联姻最终离婚收场 也让所有人错愕不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外头下着雨 穿红帽梯的男子 小跑步回到车内 油门一踩过弯离开 跑得这么急 原来前一刻 他涉嫌朝着住在新北市新殿山区 这栋别墅的住户开墙 不顾对方伤势严重 先跑再说 男子刚送小孩回家 没想到一转身 遭人开了两枪 附近邻居听见身上 原本以为是放鞭炮 结果送到一月检查 发现身上有两处枪伤 被害男子满头鲜血 没了呼吸心跳 家属一开始还以为是中风跌倒 送一检伤后才确认 颈部中了两枪 但抢救一个多小时 仍宣告不知 就听到碰碰碰 连着山三次吧 两三次 没多久就警车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 说被人家打枪 那时候我只是看到他满脸 脸上有血 警方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随即找到四枚弹壳 第二个监视影像 发现一辆银色轿车 设有重嫌 驾驶进城六点半 就在附近埋伏 看着被害人开车 送小孩上学又回家 趁着对方毫无防备 从背后开枪射杀 但犯后疑似停留 北部地区打转 并没有南下 只是车子登记在 有诈气与公共危险记录的 33岁林姓女子名下 女车主与枪手有没有关系 或是这几天把车借给谁 成了警方追查重点 那台车辆大概在早上 不确定几点 但是至少在他犯案之前 一个小时左右 就在附近在等候 我们也怀疑是 疑似毒品 交易纠纷引起的 行刑是枪杀别墅住户 对于被害人的作息 也相当了解 警方怀疑 茂梯南早有预谋 如今比对车牌 以车追人 除了弃捕枪手 更要厘清犯案动机 TVB的新闻总报道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穿着深蓝色外套 走出派出所 她就是45岁核心死者的老婆 面对媒体问话不愿多谈 在亲友陪同下 快步上车 因为她可能万万没想过 丈夫早上开车 送小孩出门上课 竟然成了最后身影 被枪杀倒在社区楼梯前 刚买完的早餐 来不及吃 饮料就这样子掉落在地面 只是死者一家人 平时相当低调 附近邻居对他们 也是不太熟视 很少听到我住那么久了 那个是已经新办来的了 但我现在不晓得 前往调查 45岁的何姓死者 和妻子育有两名小孩 老大读国中 最小的女儿读小学 已经在别墅区居住十多年 一家人也和岳父岳母同住同社区 除了是咖啡豆贸易商之外 还和哥哥分别开了一家医疗相关产业的公司 批发西药以及医疗器材等 两家公司地点都相同 警卫说几乎没看过死者出现在公司 只有几天前 死者哥哥还曾经来签收包裹 两兄弟疑似承接父亲事业 警方进一步了解 发现他们2015年 曾经因为进口药物被逮 但最终被一持有二级毒品罪 还起诉处分 所有东西被没收 这回死者遭到枪手新刑事枪击 和过往经历有没有关联 恐怕要警方抽丝剥茧 查个仔细 TB新闻综合报道 关渡大桥淡水网巴里 在上桥前路段把原本的机车 专用道改成曹化县 目的就是要避免汽机车来征道 不过这样的设计反而让很多骑士 母萨萨到底该骑哪 实际观察车道汇流刚好是转弯处 机车右转几乎骑在白线边缘 有的骑士不确定该走哪 直接骑上曹化县 如果刚好和大车同时并行 也是压在线上骑 用看的都很惊险 关渡大桥这隐藏陷阱 害骑士慢头问候 原来曹化县10月中才划设 改成混合车道 想避免扎道口太窄 汽机车尾端并行很危险 没想到却热来明月 14了之后有蛮多民众 看不懂曹化县 或者是说会担心说曹化县会造成 它滑倒 所以说我们实施之后就暂停了 近期之后会做一个路面的更新 毕竟跨越曹化县就是违规 一般道路罚最高1800元 但太多人反应12月前都算劝导旗 反观另一个方向 上关渡大桥也很危险 巴黎网淡水扎道慢慢缩减 砂石车和双载机车距离越靠越近 惊险时刻擦撞一瞬接 后座乘客还一度弹起 吓得愣在原地 这路段车祸频繁发生 公务段厂刊再改标签设计 会恢复成快车道跟慢车道 那将来就是机车是在 不管是在混合车道跟慢车道都可以行驶 但是汽车只能行驶在左侧的快车道 两个月内会改成单白线 快慢车道会流 避免危险景象最盛业 TVB的新闻中的黄敬宁 新北市报道 路口上向车辆同时要转弯 闪并不及整面对撞 车辆弹杯 车内载运的轮胎盆飞在地 车体转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 是发作在张滨工业区已出路口 当时23岁的驾驶 开着箱形车要左转 但没有绿灯待转 与对象连接车发生碰撞 经销货报道场 箱形车驾驶身体弯曲 无法动弹 卡在变形的车内 被方向盘压住 消防出动工具 把门撬开才成功将人救了出来 后车驾驶一时不清 两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箱形车驾驶 受棍车内 然后前方车体变形 然后受棍车内 然后额头 手脚擦伤 据了解当时乡行车的驾驶 是要到张滨一家工厂测试轮胎 没想到途中发生意外 自己受伤外 轮胎测试品也全部被撞飞 造势原因 今晚警方调位路口监视器 开自小货车 于是有 违反大陆交通处网条例 第48条第2项 故意规定直直走转 可以处新台币600以上 华原 警方出判是乡行车驾驶 绿灯违规左转 不过相关赵泽还需进一步调查理清 所信双方只有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几名男子慢慢往摊位靠近最后直接把店家包围起来 如此大阵仗民众忍不住看几眼 他们也不管四周挤满排队的游客 竟然在观光热点东大门夜市讨债 还是在晚上八点人正多的时候 老板娘根本不认识这群人 下得马上报警 过没多久警方就在夜市附近抓到五名男子 只是主嫌胡姓男子竟然表示最冤枉的是他自己 听起来复杂的三角关系讲得母沙沙 因为他向警方供称 无姓友人跟地下钱庄借了200万元 他帮忙作宝 结果对方跑路害债主跑来讨钱 这时他想起无姓男子的姐姐 在东大门夜市卖水果 才会在21号时找人包围讨债 那真正的债主到底是谁 他却连名字联络方式都讲不出来 这时水果汤老板娘想起八月份发生在住家的惨况 门口被泼了红漆 洒了满地名字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调件事器发现嫌犯全身包紧紧骑电动车犯案 但胡姓男子否认这件事是他所为 到底是谁欠谁钱幕后有没有暴力讨债组织 都还得调查 只是公然在热闹的花莲东大门夜市 嚣张讨债 完全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TVBN新闻高志恒 吴玉亚花莲采访报导 副总统赖清德 桃园市长郑文燦一起出席活动 之前台上两人隔了一个位置 就连赖清德要离场时 不知是不是真的太认真跟大家挥手 经过郑文燦前面没交集 这难道王不见王 但他们说乌辣乌开杠 赖副总统就特别跟我聊到了 这个减碳的策略 那我跟他说明一下 当然目前桃园做的是最多 这怎么听起来似乎还是有些烟消味 难道是平面媒体做的这份民调 2024总统热门人选中 旅营PK赖清德以42.3%胜过郑文燦 差距来到三成 蓝营似乎也差不多 前后任新北市长侯友宜支持度胜过朱立伦 差距有29.6% 我的工作就是全力的能够对抗二法民进党 但更大的问题是 不管蓝营派出谁都有隐忧 因为就算是侯友宜对战赖清德 侯友宜41.8%支持度小胜赖清德 萨卡都柯文哲加入战局的话 柯文哲支持度21% 侯友宜下滑到30.3% 赖清德逆转为辅领先 改成对决郑文燦侯友宜虽然领先 加入柯文哲后 侯友宜和郑文燦差距拉近为4.6% 换句话说 不管哪种组合 民调上柯文哲都没胜过蓝绿 但对蓝营来说影响比较大 其实我现在就是新北市的市长 市长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市政做好 柯市长最关心的是市政建设 还有市民朋友的福祉 柯文哲则是持续鸭子划水 12月1号葬举办双城论坛 采视讯方式 要证明2024入死谁手还早呢 TVB的顺务 李组恒台北报道 参加论坛要谈合飞料 马前总统突然想到 新北市跟宜兰县两位地方首长 就是因为不了解合飞处理的过程 而反对重启核四 是令人遗憾 直接点名一直不愿挺重启核四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跟宜兰县长林姿妙 就是不懂才没支持 还不刀说 现在的世界潮流就是以和减叹 向民进党执迷不悟 会被世界淘汰 新北宜兰统一阵线 说没有和安就没有和四 毕竟重启核四 在四大公投案拉锯最近 加上核四的地点就在新北 离宜兰也不远 就怕动辄得救 2022也不用选了 虽然我们党是支持重启核四 但是应该要给我们党籍 县市长多一点空间 因为毕竟一个县市长 他要照顾的是整个市民 市民也是有栏有绿 马英九总统与侯友宜市长的立场 并无冲突 同样是强调没有和安没有和电 这也是国民党的基本立场 同样是强调安全与能源的重要性 自家议员赶紧打圆场 夹在党义跟民意中间 就怕公投还没有闯关 自家人先内讧了起来 台湾学生作品美猪肉园 入选在香港电影节上播放 但其中的这个画面 让主办单位很紧张 类似造势场景在台湾可说再平常不过 但影片中这场2020总统大选造势 竟然被当地政府要求删除 所有选举和总统蔡英文的相关画面 影片导演林宗燕也在脸书上发文 没真的体会过创作在某些国家 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行 和工作人员通话的过程 可以感受到香港在现况下的无力和无奈 完全尊重而且鼓励 所有的自由创作者到台湾来创作 香港立法会日前才通过电检法 影片上映需要考虑是否影响国安 违法最高官三年罚100万港币 部长说这事在台湾可不会发生 还把这人拿来做比喻 今天讲起来其实习近平很像当时的蒋介石 不但修改相关的一些法律 来严格限制人民的自由 跟言论的自由 出席在中正纪念堂办的蒋中正历史展 不只李永德促转会主委也到了 同像在四楼展览办在三楼 虽然强调这是功过并成的展示 但部长致辞这么说 已经是叫做suspect 犯罪嫌疑 你也不是要去抹去对独裁者的记忆 要彰显对抗独裁者的勇气 转型正义 不必要集中在具体具象化到一个同像 是不是要拆的问题 部长这意思是促转会拆同像的诉求 没必要吗 还是怕拆了以后 未来没象征地点办蒋中正的 功过并成战 1月7号你们快转会台北长报道 F16战机购改升级 才在18号上午的结装典礼上大秀单机特计 并对外公布完成了64架战机升级 但是当天下午负责维修的汉翔公司 就被爆料除包了 汉翔航空公司当天下午3点半到5点15分 在23号铁皮屋维修F16战机 遗失了工具 员工们担心如果找不到 恐怕公司会信用破产 或发生非安事件 投诉的民众说公司出包之后 都没有向上回报给美国的落马公司 知情人士在爆料汉翔出包事件不止一次 之前曾发生邮箱压力过载 导致螺丝喷出 以及空中表演时机身左右不平衡 甚至有航行玩在驾驶舱发现硬币 他一定要先上这样的回报 上级的话会下令这架飞机不可以动 找到手工具之前 这架飞机都不可以飞行了 另外战机维修过程中 工作人员口袋里也不能放任何物品 以免遗落 战斗机在空中的话 它是三度空间 它会翻 因为你变成一个所谓的upside down的 就倒过来飞的情形 空中是动态的 上下左右前中后 它零件会在里面甩来甩去 小则会造成飞机的受伤 受损害 那的话会造成飞安的事件 飞机的坠毁 局势专家都强调 战机在这状况飞行的话相当危险 若是掉落的物品造成外物吸入 卡住主要操作系统就有失事的风险 第一个飞行人会有危险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暂地没办法发挥 针对战机违岸上的问题空军则表示会在详细检查 而汉翔航空公司也承认工具确实遗失 目前还没有找到 但他们强调一切按照外包商落马公司的要求 以及正常程序处理当中 表示整体的工作进度并没有影响 一早醒来气温溜滑梯出门 冷冰冰得拉紧防风外套戴上雨伞 温度计上显示20度 但飘着绵绵细雨好像感觉更冷 但最冷的还没到 气象局说这波封面可是介于东北季风到大陆冷气团之间 而今天的白天的气温是明显的下降 在中午前后的气温相比跟昨天就有8到10度左右的降幅 而这一波的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就是在周二一直到周三的清晨 周二清晨北台湾甚至只有13度 白天最高温也不超过20度 一整天湿湿冷冷 而气象局预估可能是入秋之后最冷的一波 那有没有机会看到雪呢 台湾山区要赏雪真的都得碰碰运气 得要气温水气搭配得好天时地利人和才有机会 只要低温特曝来袭追水热点大多都是太平山和欢山 这两个地点海拔都不够高 今年气象局预估想赏雪的民众要到西大午山跟雪山 等北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山区才有机会 那这个冷空气大概来得快去得快了 我们两个礼拜前有一波冷空气 持续稍微久一点 这一波应该不会那么久 但是冷度空气的冷度事实上比上回还要再低一度左右 只是说上回我们有浮射冷气造成很多地方的极端低温 这次激励比较低一点 这波降温就属北台湾影响最大 回温速度也不快 出门上班上课得要多加一件外套 而想详续的民众可多留意气象特曝 把握机会上山追雪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火锅煮滚了 掏客第一个入锅的是一大块芋头 火锅加芋头这种吃法 正是被封为吃锅达人 黄杰议员的最爱 吃火锅当然要加芋头啊 吃下去真的是人间美味 我们的麦麦市长请接招 芋头吃下去都很黄黄 所以我是比煮太暖 我还是比较不好吃 我不是吃火花那一派的 吃锅到底要不要加芋头 让陈其麦哥黄杰格空杠上 话题不断 原来高雄观光局推2021大港吃锅活动 各个火锅店如火如荼报名 而这一次比赛 主办单位还邀请20位素人试吃员 加入评分 他联署的时候就有看到 然后朋友也有跟我说 就是叫我回家去吃锅 然后叫我来报名 背对镜头的是有参加试吃员 评选的参赛者 条件是要满18岁 FB或IG追踪数要达500人以上 还得自录一段30秒自我推荐 截至11月22号 已经有30多人参加 争选上了比赛当天才会知道 配对到哪间锅物 而店家也不会事先知道谁会来用餐 最后试吃员除了评分之外 还得分享试吃文 不过没有额外酬劳 虽然如果没有酬劳 当美食加码就是有 可以试吃很多种不同的锅物 也是免费吃 这样子应该也还不错 试吃员开放外线市民众报名 加上天气转凉 冷气团报到 参加比赛当评分员 还能免费吃锅 就算没酬劳 对吃货来说也值得 TVBS新闻张丽玲纪元 高雄报导 洒水按照标准程序 进行车体清洗 但车主来领车时 却闹了不愉快 执意业者没洗干净 水垢 洗车时洗不掉东西 湿的布 这样擦还是不可能擦得掉 拿出抹布用力擦一遍 上面的水垢无动于衷 照片中看得更清楚 车头金属面满满的水垢 引擎盖上也能看到斑斑点点的 但业者喊冤 强调这不是洗不干净 而是当初在洗车时 没有讲清楚 那客人才洗车的时候 他就洗车也没讲 那我们就是做900块的项目 他居然要处理那些 小美容的东西 两三千块的东西 事件发生在台南 车主花了900元 做的项目是洗车打蜡 加跑磁土跟去搏油 当中没有除水垢这一项 因为想要清除 原来是需要额外加价的 其实有不少车主们 还真的不清楚 900块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洗掉 因为有些南部的水质比较硬 它本来就你没有擦干的话 本来就比较容易掉在顶管 外要把它洗得那么干净的话 我觉得也合理 就是需要用美容机子下去抛 景上特定的清洁剂 还得搭配工具 在问题处加强打磨抛光 又是一项大工程 除非是刚沾上去的水垢 才有可能透过洗车 要是向台南这位车主碰到顽强的成年水购 大部分的业者都是得另外加购 或者是含在汽车小美容价格3000到4000起跳 想要让车子亮得像镜子 还是得看消费者花多少银子 欺骗新闻赵丽爱乐险留学高雄台南总和报道 师傅道一切下立刻听到疗愈的脆皮咔咔声搭配千层奶油等香气十足 这是近几年来在台湾越来越夯的国王派 既去年首次举办比赛后 今年再开办决赛有八间名店包含侯布熊甜点 东方文华饭店樱桃屋等角逐冠军 外皮很酥脆 然后很松香的感觉 之前有吃过一次一两次的国王派的很特别 然后很适合节日的时候 感觉不甜腻 但制作过程可不简单 内馅使用发酵奶油散发微酸感 加入杏仁粉鸡蛋牛奶等搭配烘烤 国王派来自法国是每年1月6号时主显节食用甜点 国外每到新年 卖场就会开始摆放各式国王派 在台湾则变成圣诞节欢聚美食 跟去年相比我们大概有看到30%的一个增长 那今年呢其实我们预期会更棒 圣节庆推应景甜点 还有亚尼克的耶诞老人派 用新鲜草莓变成圣诞老公公帽子 另外小朋友最爱的发式蛋白饼 变成雪人 姜饼人等卡哇伊外型 还有孟卡朵推圣诞限定甜点 慕子蛋糕 白满草莓 Coldstone也有耶诞龙巧克 或是红丝龙等冰淇淋 Lady M则推圣诞倒数花圈 节庆型的商品它在那个季节 它就会自然卖的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节庆都会推出 比较应景的商品 那对于销量是有很正面的帮助 也有业者统计节日甜点 像是搭配草莓 蓝莓 巧克力等 来制作应景甜点最受欢迎 再加上特殊造型 成功卢获 消费转型 说到诗大大家都会想到诗大夜市 对于学生来说更是方便 走出校门没几步路 就有一整排的美食能够选择 每颗都填入满满的高丽菜 与独门肉泥 再一一放上尖台 等到底层围焦就可以起锅 它的皮蛮好吃 然后内线味道还蛮足 这张店是蛮便宜 然后量蛮多的 然后就是附近几所比较有名 就是人家推荐说的事 CP值高成了学生口中必吃的口袋店家 除了外皮Q弹 馅料中带有鲜甜汤汁 同时又吃到高丽菜的清脆 好味道飘香37年 吃完咸的也要来点甜的 走没几步路 这家港式菠萝油 同样是学生推荐的名单 因为老板本身就是香港人 将道地老味道带来台湾 别的学校的同学都会说 想要来这里吃 它很酥脆这样子 然后里面有那个冰火 冰火的东西嘛 然后就很爽口这样子 融合在一起很好吃 面包坚持新鲜现烤 接着切开加入关键的厚实奶油块 搭上温热香酥的面包外皮 冰火焦碟 石大商圈范围包含 石大陆和龙泉街一带 除了卖吃的 也有服饰日常用品店 不过说到石大美食 这家萝卜丝饼 即便是在附近的和平东路上 也绝不会被漏掉 什么萝卜丝 那个萝卜丝 每次的那个馅料都是 爆出来的状态 所以就是 吃了一个还蛮有爆足感的 萝卜丝很多 每次来都看到他 大牌子 对 几乎每天都很多人 这间萝卜丝饼 开店至今已经47年 原本开在和平东路 与温州街口 后来才搬到和平东路上 即便搬家 陶客依旧很买单 吃辣商圈 美食多样化 高人气平价小吃 填饱学生的胃 更成了他们校园 满满回忆 特别新闻联志 两千万剂的第三 第三剂或次世代 次世代的一个疫苗的部分 以及组员 机场工作者 防疫人员 医疗照护者等等 医岛三类高风险族群优先 另外长者 慢性病患 免疫力比较差的 也能提早接种 能早点打 当然是好事 但也要看到时候 国内整体疫苗数量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曾说 已经采购两千万剂莫德纳 就是要替第三剂做准备 指挥中心初步统计 明年一月底前 大约有26.3万人 打完第二剂后 间隔六个月以上 至于第三剂 想怎么打 民众有不同看法 另外医师黄立明也指出 其实因为已经隔六个月了 所以像是AZ加莫德纳 混打后再加BNT 打三种不同疫苗 也可以 指挥中心 11月底将交由ACIP委员讨论 另外还没取得国际认证的高端 现在似乎露出一线曙光 澳洲药物管理局公告 决定授予高端审查资格认定 这也是申请当地EUA的关键步骤 代表能够透过这项资格 加速取得澳洲茶宴登记的审查程序 如果一切顺利 高端在国际上 可以说是迈出一大步 TVBS新闻 与新汉张云科周游轩台北报道 工作人员倒酒让人可以试喝 好酒不见的展馆终于开放 但民众逛展拍下 好多人口罩拿下来试饮 喝完也没立刻戴上 再看看这两人 评完酒没马上戴回口罩 就开始和朋友分享口感 展馆人本来就多 现在没戴口罩外 人与人距离又那么近 民众以为百货开放 试吃试喝 展馆也应该是 但实际上并不是 求证经济部国贸局 在11月8号的公告上 大卖场与百货化妆品 开放试吃试用 但这不包含展馆 实际来到酒展 展期最后一天 现场却几乎人手一杯玻璃杯 只不过酒商很自律 桌上白满酒不会提供客人杯子 民众手上拿的 多是从自家带出门 或是跟有贩售酒杯的摊商 现买现用 其实不知道他有没有提供酒杯 但是就是自己带 就是也是自己家习的 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随时都会派 供读生去举牌 或者是在门口的时候 就先跟他通知说 现场的部分要避免这个行为 主办单位有贩售纪念酒杯 但目的是让来的人留作纪念 现场除了供读生 拿着防疫牌子到处宣导外 摊位前也会有利牌 接着现场不提供试喝服务 只不过逛酒展不试喝 酒商只能使出三寸不烂之舌 然后介绍酒中的风土 它的葡萄品种 它的风味 然后让客人可以透由 介绍的方式了解这支葡萄酒 靠推销不能试喝 山不转路转 得兼顾防疫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